27名顶尖失智症专家最近发表了报告表示 全球将近半数的失智症病例都是原本可预防 或者是能够延缓发病的 研究发现少吃加工红肉会有帮助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失智是由多种疾病引起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阿斯海默症 目前全球有5500多万人受失智症之苦 估计到2050年前 全球患者人数将以三倍数增加 达到1亿5300万人 全球与失智症相关的健康与社会成本 一年超过1兆美元 由国际医学期刊《刺格针失智症预防委员会》 发表的重量级研究指出 在对抗失智症上 可防治的潜力很高 透过处理14个可调整的风险因素 可以预防或延后高达45%的失智症病例 这份研究是以2020年一份研究为基础 当年研究也强调防治的重要性 列出了12个风险因素 教育程度较低 听力问题 高血压 抽烟 肥胖 忧郁 少冻 糖尿病 饮酒过度 脑创伤 空气污染 和社交孤立 估计40%失智症病例都与这些因素有关联 报告说 将近一半的失智症病例 理论上都可以透过消除这14个风险因子来预防 另一份研究显示吃加工红肉与较高失智风险的关系 该吃坚果豆类则可以降低风险 专家提出13项减少失智症风险的建议 包括听力受损者使用助听器 减少接触有害噪音 中年期检测和治疗高胆固存 视力障碍筛减和及早治疗 中年期从事维持认知力的活动 这份报告在非盈利组织阿兹海默政协会 日前与美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提出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